大家好,歡迎收看馬米世界的環節 這個環節會和大家晚上去到綠色框 臨收工前,今天不是威士忌住,因為暫時有少許喉嚨不適 所以要休養,讓大家明天做Live會好一點,不是怕喝醉 跟大家講講一些投注方式 當你有手上的籌碼,然後見到馬的賠率結合你應該根據機會率 怎樣投注才是最好的 未講之前,記住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有客戈有顆四星龍珠 在這個位置,你按下去你想得到最新的賽馬資訊 幫你贏到錢,你當然要按下去,開啟鐘仔訂閱 明天亦有Live,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雖然是我一個做 但都會繼續可以給大家,你今天這一刻看到訂閱了 你起碼明天就可以留言,夠24小時可以了 好像都尾階段,現在我錄影的時間,希望大家都看到了 好,今次講一下我們五街馬京的三匹 裡面有冷有熱,但熱門其實不是特別穩慎 美場甚至已經變成陷阱了,怎樣借陷阱借陷阱呢? 如何改變這個現實呢?我們立即在頭柱那裡想想怎樣去做 好像第五場那樣,3T長次 大家都知道3T長次很難會跑到熱門出來 理論上,花好月盈都不是特別穩陣 你說不是特別穩陣,只有1WIN而已 馬五歲,跑過8次湧得不多,但有點傷患 怕他捱不到兩局,又或者追不上 你知道,成人很淡,真的會的 而且後上有一向比較難的C加3,又好像是 這樣說怎麼辦呢? 當然在這些時候,我們要有不同的兩手準備 就是他賠率太熱,你有兩個處理方法 第一,嘗試想想他有沒有機會贏 第二,假如他真的有機會贏 熱,即是不能飛的那種,好像金槍六十 浪漫勇士那種 他不是那麼厲害,意思是說 你不是那麼容易飛到他 那怎算你又想搏冷 那你就要考慮頭柱策略了 在這場裡面 有其他馬匹 叫做有贏面有機會擺到前走的 就是曾經一千都夠快放頭的 這隻電子宇宙 今次找了王志宏,我想不會像上次那樣流後 所以他的十倍又相對地底 大家可以留意,有甚麼小八磅 當然,內蘭貼著有多多配合都可以 不過田太安選了超強火力 這隻鬼上新馬就怎樣? 很有飛,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跑過一點,一千變成沙田菊草千二,沒那麼容易 好了,第五場五家馬經雖然是貼十 但第四,原來想過都是有機會 同場其實都有很多馬有機會 例如川河洞區等等 因為他都是放頭的 好了,結合了大家想這麼多東西之後 你就會想這場我們究竟應該怎樣投注 但在投注之前,你首先要知道 你有三匹馬可以考慮的 這些自己記錄下 好了,錄完之後去到第六場 大細至乎還好,他就是甚麼? 是一隻冷碗來的 因為在四檔不知為甚麼 上次過來菊草又沒有人相信 可能大熱有遙寶區 遙寶區算是撤走三疊有批 當然吸引,又換了潘頓上去 但又是老故事,潘頓不懂飛 經常都說,背小五磅就可以,是真的好些 而且又不用走三疊 問題是不用走三疊,給一條欄去貼 當潘頓不用當,根本騎攻是好些 騎攻好了,貼欄,內欄帶你 那怎樣輸?你說 有兩個可能會輸的 第一,失射 第二,不用騎,騎真都輸的 慢步速,抽到開花都不會上來的 因為這隻馬是甚麼?均速 它根本就不會有些很快的末段給你 就算你遇著慢步速都怎樣? 沒有用的,它只有23秒半左右有末段 所以這些馬有慢步速和內欄困死 有機會,當然不要這麼刻心 我們自己看大細智庫自己放,放得好不好 你便有遙寶區過來,有批種也不是很虧 或者你Q為止Q,你拖回去便可以 如果你過關的時候 當然我們單場買,你問我,我買大細智庫 win算了 不要想太多了 講完這兩場之後 還有尾場為何是者陷政,誰可遇上? 因為坎天鐵翼,竟然是隔夜大燕 即是甚麼? 很多人都會因為這兩次的賽職 方堂武士連接 然後精算步雪夠強 就認為這組是強組 加上他的排檔內夷 而變成甚麼?大燕門 但是他都有隱憂 隱憂是甚麼? 雖然我貼了他 但是他是處女馬 我經常教大家 處女馬未贏就是未贏 等他先贏 如果他未贏就變成熱門 可以攻擊 哪怕是多好條件都好 終歸他就是未贏 之前都見過無數次這些例子 大家都不是第一次聽我說 當然他都會有機會贏 所以你的買法上要怎樣? 在那場又要買他贏 又要買其他買贏 那應該是做甚麼呢? 那就是不買甚麼 就是 N隻對碰WIN 博陷天鐵翼不在這 這就是其中一個方式 這一場 人和家興 減了10磅後 固然是可取 這次是甚麼小10磅 大佬 你說如果場地 怕人和家興 牌仔放快了 會否是方仔 方堂武士一Q 追進來的? 試圖Q 這樣便有機會 師兄底Q 陳家希 搭王志宏 都是方仔名下的徒弟 至於冷門 如果步速快 上次四班輕勝 你不要太少這隻 一分十秒四八的太陽拍檔 因為這場 雖然你說可以賺一塊步速 四班千二那天跑一分十秒四八 其實跟顏色大王這一場 不差很遠 你想想頭兩段 人和家興放46秒36 這場就是人和家興放 大家記得 其實 贏馬太陽拍檔 他遇上的頭兩段比三班更快 不是46秒36 然後他追上來 背著頂磅 其實很誇張 一分十秒四八 比起當日的地來說 這個一分十秒一二 如果顏色大王 人和家興再跟他跑 沒有加磅 而他繼續背重磅 當然太陽拍檔會輸 問題就是 你現在看顏色大王 背多了七至八磅 然後人和家興就背輕 即是說 這個一分十秒六二 他放對可以跑快一點 而實際上太陽拍檔 升班減少了十磅之後 他會更加騎得好 就不是騎工有分野 當然潘頓首先要克服外檔 所以在買WIN的世界 這三隻十一一十 會比較直薄一點 就可以搏一下坎天鐵翼 不可以的 好了 手上面 不是收上面 手上面 你有了這三隻可以買WIN 的時候 然後你就想 五六十場 原來那個變化就是 花月形熱門 但可以搏電子魚就WIN 然後第九場 有兩個主要對手 沒辦法 你沒辦法全選 很多隻都會贏 這場 你當顏色大王 甚麼都七磅跑不動 還有新勝無奈 金髮勝勢 前一場才贏完 輕鬆 喜威心 這次甚麼都五磅 可能都是他贏 然後還有有才有勢 又追得厲害 然後閃電又會追 然後還開心 手撥位又可以 輸給標壇精英都是強組 荒堂武士都是連接 肯定飛去 即是說 其實有很多馬都有機會 不過選擇 我就會嘗試選甚麼 更冷的馬去試一試 好了 選了這裡之後 怎樣買呢 廣告回來 我們再繼續說一下 為這場 究竟我們的投注方式 可以是怎樣投注 我們測試一下今天 在我買票的途中 會否彈信聞填不填製造型 因為我把監視器改為少少設定 同樣是五、六、九場 五間馬經那幾場 但就不是把那幾隻三穿四 就是怎樣 將它們有秩序地 根據剛才的可能性 賠率你再去想 譬如頭這一場 第一關五場四班千二 包月形大熱門 電子宇宙都有機會 還有穿河洞區 但包月形 說真的 那個三甲又似乎穩陣 那怎麼辦 那你便可以 一四十 將它互穿 你互穿 當然你便可以買 連贏為止Q 希望穿河洞區 電子宇宙 會和包月形一起回來 當然 冷門的甚麼多多配合 它都是有機會的 你別覺得 上次沒有東西看的 千二沙田 它就是谷草拿手 你叫它跑沙田 你只是找它笨 不過我猜 容天鵬可能都交代了這些馬 又想再減下分才搏 否則它其實會連搏 搏過沙田谷草都不行 就不行了 好了 接著到第六場 很簡單 這場一隻 比較上手的就是大小智庫 大小智庫 我們現在去到頭柱街面 剛才將連人為止Q 那三隻穿雲 然後大小智庫 因為你是買三穿一 第一條 大小智庫 要務必過得到 當然它一定要有批 如果像上次那隻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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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第四 沒有用 沒有辦法 所以這條 你可以買一條三穿四 可以買一條三穿四 單頭自己買大一點 好了 選了這場之後 去到尾關 尾關 我們去做什麼 尾關 首先看了 剛才我和大家說 撼些跌力 其實開始 如果是大熱 就不值 不值 甚至可以搏它 不值 不值的 通常有兩隻 一放一追贏它 如果你有信心 方堂武士已經分盡 添開心 其實不是那麼強 沒有什麼進步 可能換了防山眼罩 沒有什麼幫助 那你就可以試試 一同十的Win 當然十一號本身真是有機會贏 那你就是 在獨贏的世界 就選一、十、十一 你說 為什麼前面那三場 就不敢做呢 其實都可以 如果給我 在這種情況下 這條我會叫做什麼呢 保守一點的票 保守一點的票 記得選三川四 保守一點的意思是什麼呢 前面連贏位置Q 你可以更保守地 就是將它什麼 專做獨贏 可以將 花月盈 川河洞區 甚至電子宇宙 這些 就去買Win 其中有兩關 只要我猜 我自己這樣說 大小智庫應該是很容易有位置的馬 所以前後 其中一關中到Win 亦都裡面有大熱門 理論上都可以拿回報 所以這條三川四是必須要投注的 好吧 你說 我十元戰士來 沒所謂 那就一百元 一百元買三場 當是買了三條馬步 兩個半一駐都可以 這些 就是純Win 你當買三部 比較保守的買法 比較保守的買法 好了 接著 進取那條 你會怎樣呢 這條我建議大家買的 大家記得 好了 接著進取的會怎樣呢 剛才跟大家說 試試連贏位置Q 花好月盈 我也有信心做膽 接著 就怕他贏不到 所以拖回連贏 譬如你再進取些 舉例 你拿好月盈做膽 接著覺得 電子宇宙是這兩隻 Q一膽兩腳都可以 然後 然後 信你了 世榮 大細智庫 聽完新世紀速分賽事 都應該是會贏到的 選擇了Win 和Place 過關 然後 其實我覺得Win 都可以 因為如果你是買三千四 你就直接Win 反正那條票 你輸了 你都不用太介意 如果給我 我就會 即是我平時跟大家說 很進取那條 你買很細就可以了 例如什麼 好像這條 我們一膽兩腳 可能買連贏 然後 中間買大細智庫 Win 然後 尾場 就是人和家興 你覺得 坎天鐵翼不划 不划 不划 買人和家興 後上太陽拍檔 Win 這樣三川一 和丟到海 沒有分別 超難中 試完 所以 你就可以把駐馬 沒有人叫你買一百元一條 為什麼 因為你的駐數只得四駐 即使你是十元戰士 又有什麼所謂 那你就每駐十元 都是四十元 我想用四十元 買兩條六合彩的價錢 你買一次 一條過中了的希望 是值得大家去試 四十元 你就當是六合彩 我跟你說 這條不中 不中了九成 大家看看 就是 說 喂 你花好月盈 電子宇宙 搭這個專羅洞區 買連贏 你猜這麼容易中 一膽兩腳 位置Q都不一定中 我當花好月盈 腳是否一定這兩隻 然後 九倍的Win 是否真的說開就開 當然不是 美場 你飛了大熱門 是否真的不是太陽拍檔 升班得 就是人和家興 牌仔贏 根本這些難度高到爆 但是有甚麼所謂 你試一下 十元 都是四十元條 四十元 你不要小看回報 譬如這些Q 可以去到百五元 即十五倍 如果真的成到大小智庫 大約有十倍 變成百五倍 然後最後怎樣 最後可能跑太陽拍檔 就算希斯前面又賣贏了 然後你可能成十五倍才算 也有二千倍 你十元就兩萬多元 你還想四十元給你搏 搏過好像六合彩的三獎 有甚麼不好 當然這些是幻想 通常這條題是怎樣 大家都猜到 頭瓜斷了 經常都是 所以你要把這些所謂的希望放進去 另外你問我 其實還有另一個買法 就是甚麼 包月盈本身的Win 然後大小智庫本身的Winplay 因為它夠冷的 這隻馬 包月盈我對它Win的信心 其實都不錯 獨贏和位置 在大小智庫裡面 以及尾場 如果你真的怕 那隻坎天亦真的會贏 因為其實它是不划算 它不是不會贏 它未贏過 當然是想贏 你可以想想 的確那兩隻馬 背小了磅 例如仁和家興 或者潘頓的太陽拍檔 就真是划算 那你怎麼搞 你便將它10元住 買一條三穿一 包月盈如果過得到 其實後面很大機會收到 就等於甚麼 你拿80元買包月盈Win 80元買大閻門Win 不Win便算 很多時候大閻門都跑二三 不如買Winplay 但買Winplay在大閻門的世界 是不划算的 即使包月盈跑第二 你後面過了Win 兩隻Win 也好 那個回報 著實就不算太理想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你直接買Win 你就當買了80元 包月盈Win 然後你中間 你可以買回那條孖寶 一會兒 譬如大小智夫 跑第二 甚至買了孖寶正獎 五搭六那格 那你便收錢 那你不用理會 尾關 都已經是補了你的本 這個就是玩得細 你可以投注的策略 其實都是一條有變化的三川四 譬如花好月盈 你買回大小智夫 那甲媽寶 10元 那你便照買 這種就是其中一個方式 我們投注的 至於這條三川四 大家可以見到 剛才跟大家說了 它是保守的 即是讀贏 拉讀贏位置 然後再加讀贏 其實性質 就跟這條三川一 集中的頭注 是怎樣 重複了 不過這條 是會加大前面那條飛的威力 因為前面只有兩個多 而且它前面有兩關 某程度上都減低損勢 當然你單頭買幾十元 補一批 拖一批 拖一批玩 甚麼都好 所以我們這樣去投注 就可以拿到平衡 當然 你說三場這樣買 花不花算 還有再進取些 有沒有呢 有的 比如剛才跟美場那三隻 各自買連贏 中間只是大小之賦WIN 當然你會有個很微小的希望 是中了 中了很可觀 但當然做人要歸於現實 就是你都知道不是那麼容易中 是的 你繼續買會有一次中到 除非你不太介意 幾十元試試 你可以試 而在中間拿一個平衡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無論是這一條 你買WIN 希望其中一些熱門WIN開不了 又或者是買三穿一 認為花好月型 贏定 後面薄薄些冷門 買WIN 整條三穿一 都是可以選擇的 當然這條很進取 正常的 我跟大家說 你必須要去嘗試買的 就是上面這條三穿四 這個100 我覺得很值得大家去玩一下 至於後面那兩條 你按不按 或者那部Mabel 你買不買 老實說 又真的不是太重要 所以大家就記住了 好 接著我們就檢查了 三穿四 接著就一四十 接著這裡就一十十一 接著中間就五 然後 接著非常進取那條 就是一膽兩腳 接著 中間就只有WIN 三穿一 如果中兩關 例如大四智庫WIN後面 這隻WIN 任何加成WIN 都沒有份 都可以 都可以 沒有所謂 所以 檢查清楚 你自己買什麼 不要管跑道形勢 你放你追 買幾十元 還想這麼多 臨場那些 買幾百元 或者幾千元 甚至幾萬元 現在算了 根本這些 是落了一個基本注 讓大家 心目中 有一個想法 知道你自己 應該怎樣投注 好了 搞定完之後 其實你想想 所費也無幾 當然你可以做一條 世榮 我純粹想叫一下玩一下 超保守的 有沒有提供 都有的 即是你 將五六九場 譬如你真的 完全不介意收得少 那你就試試穿河洞區 花好月盈 買了Pay 然後電子宇宙 是這三隻 我覺得這一場 對手不算特別強 很難同時三隻都不在 很難同時三隻都不在 未必是他們贏 這是事實 因為3T確實亂 那中間 你說一隻真的很薄 也沒有辦法 你有時要提升回報 當然你要有些 進取的一關 所以你看到六環彩 一隻都是選這關 而美場 搏任何加勝 或者太陽拍檔 甚至乎大熱門的坎天鐵翼 你這樣買 你會發現 如果每一柱 是一百元一條 每一條 其實還有兩個多 買一條三遜一 你說我保守些 中兩關都制了 過幾就是過幾 其實這些票 你照買 沒有人會笑你 我覺得無所謂 因為根本就是一些純娛樂 明天是划算的 大小之夫 你可以單場買得多 或者你前面中了 你才在中間買得多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這條 剛才那一堆過關 你可以自己先試 譬如這種娛樂式的票 你也可以先買 等自己可以有一個援衝區 就等開心一下 譬如這樣買了 還是當了 按了它 檢查了 全部都是 按了連贏 所以大家看看 檢查票很重要 結果原來是這條連贏 把它調成獨贏及位置 川河洞區 然後 荒越贏 然後電子宇宙 三關都是獨贏及位置過關 然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這樣買又好像幾 好像新年大家玩魚蝦蟹 比較衛生 原來這樣都是所費無幾 所以有時候 你要一個七號半一條 又不可以 那怎麼辦 兩關你就要權宜 譬如你要做到一元住 你說我真的想玩 雞仔住 想玩 你可以這樣 將隨便一關變成WIN 你就會容易些 如果你問我 我回答你 你試試前面搏WIN會好些 因為現實中 荒越型的大熱 是容易贏過坎天鐵翼的大熱 很多很多 大家都三倍多 我有時經常跟大家說 你要懂得分 每一場的大熱 哪一種容易贏 哪些不容易贏 快狠進那些三個幾是超值的 可以的那些 嘉豪經常說 砍 玩適中 但有些很難贏 甚至我覺得 如有長驅千死 不要了 飛去吧 小心點 有時都會和大家說 當然 跑出來的賽果 不一定是這樣的 可能是我錯的 但是 通常來說 我對的機會會大跌 十次 可能有七、八次、九次 都是看對的那邊多 不過看對的不代表你會中 就是說 花好月盈是容易贏過坎天鐵翼 為何最後都是坎天鐵翼贏 花好月盈跑第二 沒有的 有時會跑錯 步速會錯 場地形勢會不對 諸如此類 很多原因 但你要知道核心 究竟你選擇甚麼馬 他們的實力如何 斷速是怎樣的 為何那隻馬會更厲害 那你就會知道 為何有事 我告訴你 九倍多那隻大細智庫 比那兩隻大熱門 你信不信 我說真的 大細智庫是比較穩定的 三隻之中 花月盈、大細智庫、坎天鐵翼 最容易在三甲是大細智庫 它差不多跟手道拿來一樣 那麼划算 唯一不同就是它轉路程 手道再來 它沒有轉路程跑回 那我就覺得 哇 照板煮碗這麼容易照得 然後冷門 即是快準備九倍 你買不買一樣 我覺得這麼容易贏 為何有九倍 有時是這樣 就是因為 遙寶區人人都以為會跑好些 事實會跑好些 因為潘頓 也節省了懶 不過我剛才說了 我說內懶 慢步速是屈得死的 大細智庫只要放慢一點 潘頓就追不到 它可能沒有騎錯 努力拆騎 但是慢步速是怎樣 你要一隻遙寶區跑二十二秒頭 然後含含含衝上來 沒有可能 你想也知道這些是科幻情節 所以有時勝負關鍵 好看步速 亦都看菊草馬騎師門怎樣走位 而大細智庫正因為它放頭 相對上會比較容易 所以大家就要理解這件事 好了 選完之後 記得 原來選了 包月營 穿落洞區 和電子魚獸 或者你喜歡多多配合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原來這樣三川四 都是怎樣 0.38 原來小小駐都可以玩 你便明白 其實賽馬的確是怎樣 可以封念遊人 所以我有時會覺得 有些人 即是投注者 或者觀眾 可能是太貪心 老實說 對我來說 大細智庫如果有2.9倍劈 我都可以 所以為何電子宇宙 上次和大家說 我不是電子宇宙 那隻是電子宇宙 我說那隻買Pay 電子傳奇 那次剛剛星期日做直播 和Anna 我說買Pay可以 不要太貪 Q有800元 你選了羅滿冠就你厲害 我不會不拖 這些我肯拖到 但問題是 我很難很大廚買下去 但反過來 你問我 電子傳奇的Pay 我覺得4倍真是划算 4次不只開到3次 不只開到3次 可能已經開到一半 以上 會覺得 這樣便很划算 有4倍 當然你說只有過幾 我就要想一下 是不是老馬來的 所以有時是 無關乎隻馬本身的能力 或者勝負問題 而是你都要在賠率上去想 你那一場究竟應該怎樣投注 才是最好的 沒有絕對好的 只有相對好和不好 例如你剛才看過幾條過關票 有進取的 有保守的 很視乎大家的性格 和你本身自己的成本是怎樣 當然你買完都是百多二百元 很閒而已 你便照買 我告訴你有機會收錢 你便剩下一些 買大小支付WinPay OK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漫威世界 稍後還會有信監督贏 明天還有大倉南北 以及現在看了騎士王賠率 那兩個練馬師王賠率 有多划算 大家嘗嘗 方仔的練馬師王應該開不出 雖然它大熱 除非它贏了一些古靈精怪馬 大熱那兩隻就有劈 你可以看它冷門買Win對沖一下 那就搞定了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還有隔壁的VG才經 明天還有直播 大家記得早點訂閱 可以在直播中問問問題 到時再見 多謝收看馬蜜世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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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